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在一周赚进300万这本书里面的第277页 277页的地方呢 这张叫做先从愿景开始 这张呢,我把它念一下 念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它跟一本书里面讲的道理非常的类似 好,他说 Jeff Walker,他说 我打算创办第一个事业的时候 彻底思考过自己要在什么地方创造自己的理想生活 我在一份训练的产品中看到这种思考练习 认为这个练习是开启我所有成就的东西 不用花很多的时间,又很容易的实施 我写下我想要的一切 包括收入,生活形态,物质需求,旅游经验 这张清单并不会很长 因为当时我不知道其中的可能性是如何 和我现在的生活相比 我的愿景非常的小 但是这张清单让我知道了自己的方向 有趣的是,我一完成思考练习之后 就把清单放在我的日记本后面的袋子里 完全忘记了这回事 过了几年之后,偶然找到这张清单 发现我几乎已经完成自己所写下来的每一个目标 这时我才相信我的心确实可以写出自己未来生活的愿景 而且把愿景写下来 念完这两段之后,你有没有想到跟哪一本书很像? 有没有觉得它好像心想事成的一部分 就是那本秘密 秘密那本书里面讲的就是这些事情 把你的目标、愿景写下来 列成一张清单 你会发现在几年之后 你实现之后再回来看 原来我住在我当初设定的房子里面 我开着我当初设定的车子 然后我的家庭生活 我的工作时间都跟当初写下来的愿景是一样的 然后呢,他后面还写到说 我的事业开始茁壮之后,我迅速的修正 并且把修正的东西交到清单里面 写下将来想要的一切 包括我的目标收入 可以不用处理事业的时间有多少 怎么利用我的空闲时间 我的财务状况 我要怎么做我的事业 我的事业会有什么影响 我愿意跟什么样的人合作 如果你想要更深入一点 你可以写下自己未来需要什么样的关系 身心健康 教育 住家 和家人等等 重要的是 要了解你做这种练习的时候 答案没有对错 你写下的东西不会永远不变 你可以随时的去更改它 而且很有可能会更改 这是你现在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你可以根据任何时间架构做这种练习 但是我通常会根据离现在三到五年的时间架构 请记住 这张清单是持续 进行式的作品 我不断更新自己对未来生活的愿景 你也应该这样做 因此你要放手一搏 关掉你的电话 电子邮件 及时通讯软体 事实上 连关掉你的网际网路连结 很可能都是好主意 相信我 三十分钟后 你恢复这些连结的时候 一切都还存在 你可以关上门 走出屋子 去咖啡厅或图书馆 利用纸笔或电脑上的空白文件 写下你三年后理想生活的样子 这些理想生活包括什么呢 你的收入是多少 你开什么样的车 你住在哪里 住什么样的房子 你的客户是什么样的人 你要怎么为他们服务 你的身心健康如何 你的人际关系如何 跟朋友 合伙人 孩子 父母 同事等等的关系如何 你的精神生活如何 你会有什么样的旅行和体验 你在个人和专业上会有什么成就 就是这几点 把它写下来 还有一个提示 如果你装作已经完成了一切 并写下这些东西 这张清单的力量会变得更大 不要低估这个过程 你所创造的一切重大成就 都会先在你的心里表现出来 现在 你对自己的目标应该很清楚了 接着我们要谈谈如何达成目标的细节 OK 这张讲的跟秘密那本书讲的真的一样 那你会发现 我在我 最近的这几年里面碰到一些人 我碰到这些人呢 我去请教他们成功的关键和 他们成功的秘密和心法 很多人他们在还没有看过秘密那本书 的时候 其实他们就已经默默在做这样的事情 他们很清楚地规划自己的蓝图 自己的生活 自己未来的目标 他们的事业未来的目标规划 都已经清楚地在自己心里面写下这张蓝图 他们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这个就是心想事成的一部分 那我那个时候看到后面这个章节的时候 我也蛮讶异的 原来 Jeff Walker 他以前就做过这样子的事情 然后他会把这样子的比较心灵 心灵成长方面的 他的心得 写在这本 看似很商业的书籍里面 所以让我蛮惊讶的 就是原来成功的人 他们好像有某些地方其实是非常雷同的 非常雷同的 所以我们只要照着这样子的方式去跟着走 跟着做 成功的几率就非常大 分享给各位 记得在277页的地方 我觉得我很喜欢这本书就是 它不只是讲到你的财务状况怎么去改善 还有你产品发布的方式怎么样去做得更好 然后它还带到这个心灵的层面怎么样做 可以让你快速的去实践你的目标 感谢观看